Hello,我是May 我是Kiki Kiki和May 隨意去飛 我們繼續台北美食之旅 今集的主題就是鹽酥雞和台式炸雞 我們都會在不同店鋪試不同的炸物 他們這類食物絕對是夜市的名物 也漸漸成為了台灣的特色小食 希望吃完之後我們不會喉嚨痛到說不出話 好了,那我們剪開我們今集的內容 終於繼續的話一定記得 CIS Connect和Share生物曲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響鐘仔唱才看 Go 第一間就來到信義區的一個街市裡面了 哇,星期日的街市真的有很多人 我覺得我們都很習慣這些街市的氣氛 還有裡面也有不少店鋪 其中一間去的就是叫東家炸雞 這間其實在這裡來說都挺有人氣的 它的店鋪小小,全部都是買炸物的 就是下午3點才開門 不過外面其實已經有很多不同的街坊在挑選 自己選擇你喜歡吃的炸物 後來他會加一些胡椒粉、椒鹽 如果你想吃辣的話可以加辣粉 混在一起吃 與大就買五款炸物 都是由雞為主 最出色的就是炸雞腿 還有有一種挺有趣的 好像叫做三角骨 我們就買來試一下 在香港沒有的款式 也有帶有些雞翼、雞筷、花枝丸等等 而且店鋪中也有師傅馬上炸出來 不過也是一大堆炸完之後倒出來 如果大家看到他一倒出來那一刻 就是最熱、最棒的一刻了 我們就選了三款來試 第一款要說的就是炸雞腿 雞腿拿上手已經保持著很熱、辣、辣 就這樣看其實也炸得挺漂亮 而且一咬開 它裡面的肉汁和雞油都出來了 而它外面那層炸衣也是很薄脆的 也保持到不會軟或過厚 雞肉是很滑的 也是我意料之外 街市竟然可以吃到這麼好的炸雞腿 然後我們叫做一款比較特別的 好像叫三角骨肉 整個炸物的形狀有點像三角形 它是選骨為主的 它這款炸衣是比雞腿厚的 吃進口是以香脆為主的 肉是比較實一點 而且沒什麼肉汁 好像我這種懶人 都是吃雞腿肉更適合 之後也叫了一款炸物 就是花枝丸一吋三粒 其實跟香港的分辨不大 類似打火鍋那隻 下一站我們來到永吉路的一口香鹽酥雞 這間其實外面有些人在排隊 但其實非常之快 我們等了大概六分鐘 我們叫了四款食物 包括鹽酥雞、雞皮、粟米仔 和八葉豆腐 全部加起來是150元台幣 臨比客前會有部機 擺乾油份 我很喜歡它的做法 來到之後 其實它每一塊都比較小 一口的大小 它可以加的配料都不少 例如辣、胡椒、洋蔥、蒜、九層塔 這些都是很棒的配料 加起來是很濃的 我們除了洋蔥之外 全部都有加 鹽酥雞在香港來說 比較像是雞塊 雖然它的炸衣很薄 但它是沒有肉汁的 我就覺得差了一點 很乾 整個感覺 雞皮有反覆炸過 所以是非常脆口 但就真的很細塊 而且我覺得它好像加了少許南乳 所以吃進口也有少許南乳香 如果它的鹽酥雞是再多一點肉汁 就更加之好 而且要不就再大件一點 這麼多款裡面 最有驚喜反而是粟米仔 煎滿它全部的醬汁 很濃味 吃進口還有粟米的甜味 即是有些汁 而白葉豆腐就像平時打火鍋的硬豆腐 咬下去其實你就會看到 純粹是白色 而不會炸到脆了 或者是有什麼驚喜 比較普通和失色 我們在這裡等的時候 它一直都在炸不同的炸物 所以是非常重的油香 但吃進口是不油膩的 也不會說炸衣過後是剛剛好適中的 我們剛才在永激路吃完另一間炸雞 叫做暖藍炸雞 這間炸雞的價錢是80台幣 大約是八、九件 它的份量不算特別多 如果這樣看價錢相對有少少貴 因為門面比較漂亮 就像新式炸雞一樣的感覺 它吃的炸雞也不是台灣傳統的味道 不是鹽酥雞的類型 我們這次吃的這隻叫做焦糖炸雞 它本身的賣相稍微偏向黑色一點 我們一來到它就剛剛炸起了 它的焦糖味就在皮裡帶出來 是有一點黏牙的皮 但它就不是有些汁在上面 它也是炸粉已經融合了焦糖的感覺 而它比較有小顆淡味 而且沒有什麼特別的雞味 吃這間對我來說的味道是有少少失望 它是有少少肉汁 但它的味道是不出眾的 比我想像之中的焦糖味更加淡 我就覺得普通不需要特別試 它不說我們真的不知道它是焦糖味 完全味道不出 以為是普通的醬油味 好像韓式炸雞一樣會加些汁上去 但原來是純粹是一件炸雞 它在炸粉裡面加了少少少焦糖 那下一站我們就來到林江街夜市 這裡越夜越旺 起碼在凌晨12點幾1點才開始關門 這次主要是來我身後這間格登炸雞 它的店面雖然有點小 而且賣的炸物只有9款 大部分都是不同的雞 因為人不算很多 它都頗快的 前面大家都會看到 他們預先炸起了一些炸物 那如果你叫那款的話 之後它就會翻炸 所以倒手的時候依然都是熱辣辣的 師傅也有說甜不辣是要快點吃的 它最後一條味就是加了 椒鹽胡椒還有辣粉 一份甜不辣大概有10件 都是長條形的 吃入口是外脆內軟的 而且好吃到那陣魚膏甜甜的味道 不會是很重麵粉很厚身那種 它是空氣感比較重一些 粉的味道比較出少少 而且炸衣也是很薄的 那這款果然為什麼你推介 來這裡真的要試試 我們剛才也吃了一個雞腿扒 就是我們平時香港吃炸雞腿 上面那堆肉的位置 你看這張圖就會明白 其實是大概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吃下面 骨頭的位置 它們就叫做棒棒腿 但是這個雞腿扒我覺得比甜不辣 是更加之有驚喜 就是因為它那層皮是炸得超香脆 而且它脆得來有一點黏牙的感覺 還有一點點甜味 但是它裡面的肉又嫩滑 整個味道的口感 我覺得好像很多重的變化 而且它這個雖然是加了一些椒鹽 表皮的味道是比較重一些的 但是它裡面的雞的味道 沒有什麼特別醃料的味道 純粹是吃皮的味道 但是它的雞味也挺濃 而且它還是爆汁的 我覺得這個是意想不到的好吃 比起甜不辣 我覺得更加推介 又有一點麻糖的感覺 很特別 可能這些油真的特別新鮮 吃了好幾間這些炸雞店 好像都是腿扒比較少有的 下一間我們去了夜市的台灣鹽酥雞 它也是一間老字號的 看它的牌匾都知道 其實它比較舊式一些 有很多當地人叫外賣 有不少外賣單 而且選擇是很多的 它這間店是80年代初期就創業的 它們主打就是很多不同的炸物 我們選的時候都選到花多眼亂 哇 一來到看到這張點菜單 是不是似曾相識 像六合彩一樣 什麼號碼 號碼比六合彩還多 超過48樣東西 是有67樣炸物 有 有 Oreo也有得吃 哈哈 炸皮蛋 哇 哇 哇 更厲害啊 哈哈 哈哈 真是 靠這東西發達就死了 跟你說 哈哈 彈回頭 但是很棒 我們今天全日都吃了幾多炸雞蝦 來到這間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海鮮又有 其他蔬菜 或者在台灣特色的食物都有 選了三款 一款就是炸皮蛋 鹽酥鮮蝦 還有奶黃烏泥球 這些應該都沒有死的 試試看 這裡看到上層下層都有 厲害 我們特地發現疑似是老闆 因為跟店面的logo的樣子很相似 我們最近看他們Google的評價 竟然發現最近多了很多負評 就說他的東西很鹹 很大陣油溢味 可能因為這個緣故 令到我們今天星期日見到老闆出巡 見到老闆指指指點點 見到去堂聰明 應該就是他 希望我們這次吃是好吃了 大概10分鐘左右就來到 其實我覺得我們叫了這三份 其實整體上 他們的炸衣是非常之薄 甚至乎好像沒有那麼濃 如果滑圓球為例 其實它咬下去 其實裡面是很軟的 但是它的味道就不太出 如果在外面夜市做得很出色的護泥球 它就是普通正常的發揮 至於皮蛋更加見到 它的炸衣是沒有那麼濃 皮蛋外面那層煎香了 旁邊 而內裡就吃皮蛋的味道 但是也不算是很好吃 而那份蝦才是最不值得吃 那就99元台幣 一打開 六隻瘦到不得了 看來蝦用了很多胡椒去調味 但是其實跟夜市買的胡椒蝦 完全是天同地地 本身外面好像只是煎過來 完全是沒有炸的感覺 那吃進口呢 它的殼是超明顯的 我原本是覺得 它應該會炸到起碼 炸到起碼炸到聲 很一回事 甚至我覺得已經剝了一個殼 吃過蝦肉 那裡面蝦其實也有一點蝦膏 但是就覺得平平無奇 完全不是我想吃的炸蝦 香港的炸物更好吃一些 這間暫時都令我多失望 我們等了50分鐘之後 現在再去拿我們的鹽酥雞 那裡面的店員說過了 認牌不認人的 所以記得保持好自己的張飛 這下潛溫十八容了嗎 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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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原來真的八一 我也說八一 那好 50分鐘是保守估計 原來現在還沒搞定 那我們這次的炸物 就叫了三款 可以在下單的時候 在單上打個交叉 就是加醬 醬汁就會在最後拌粉的時候 混在一起 類似甜蒜味 有這款醬跟外面不同 分別有鹽酥雞 甜不辣 和酸梅地瓜 真是酸梅的番薯 大家對於唐色的鹽酥雞 通常比較注重鹹一點 而這間店很特別 正如它的名字所說 它是豆乳鹽酥雞 味道方面比較甜 挺有趣 即是一個新常市 在香港吃不到的味道 我想這種味道在台北來說 都算是挺有趣 所以才越夜越旺場 其實它是非常酥脆的 不會脫皮脫骨 又或者炸衣太厚 重頭戲是鹽酥雞 雖然它是炸得很香脆 但是它裡面的肉汁是沒什麼的 三割裡面 我們最主要就是吃酸梅地瓜 它味道上是酸酸味味 它炸得很好 在外面那層炸衣很脆 它的番薯保持著融融的質感 尤其是當我吃甜不辣的時候 這個就好像麻薯一樣 因為它吃的不口是有煙煙韌韌的感覺 它的口感是非常之好 下一間我們就去了街市 找一間店出來 就叫做配慈的炸雞 不知道老闆娘像不像不配慈的呢 而且這間店一個星期就是開4天 就是4、5、6天 而且它就去下午2點已經關門了 周邊街市的店鋪也是 所以如果大家上來的話 就留意一下 它就類似香港的街市店鋪 它這間店也不算很難找 因為門前也有些人籠 它這間店有13樣的炸物 如果相比起其他鹽酥雞 或者炸物的店鋪來講 它的種類是偏少的 大家就拿起一盒 然後就隨意夾一下你喜歡吃的炸物 這間的主打就是炸雞腿 店家就聲稱它們的雞 不用美國的急凍雞 而是用台灣的新鮮雞 亦都因為這樣就沒什麼用醃料去醃製它們 比較想吃這個雞的原味 這間店是會現場炸物 但它會預先炸一大堆 所以大家夾的時候 都未必是熱辣辣的 如果它可以即叫即炸的話 一定更加好吃 更加保留到它這麼正的食材 帶出來的味道 它的炸雞腿真的很好味 它的雞肉是很嫩滑 還有有肉汁 它的炸衣有點厚 還有有點冷了 所以就軟軟的 之後還叫了雞泉液 相對之下雞泉液就沒有那麼滑 和多汁 比較普通一些 之後叫了芋頭丸和酸梅地瓜 芋頭丸因為它已經冷了 所以整個的味道沒有那麼出 和好吃 酸梅地瓜剛好我們來到的時候 它有一鍋炸起了 所以就熱辣辣香噴噴 也都好像曲薯一樣的外表 挺好吃的 整體來說它們雞類的食物 是更加出色的 尤其是炸雞腿 希望大家遇見他們剛剛炸好的時候 剛好我們來到的時候 看到前年竟然有兩個香港男生在選擇食物 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找到這間店的呢 其實我們這次就吃了好幾間 我自己個人其實都吃得挺開心 因為始終台灣的炸麥的口味 在香港是有點不同 特別是雞的品種 配慈和東加炸雞 那個炸雞腿都很好吃 真的很滑 而且他們本身加上鹽和胡椒粉 再加一些辣粉 其實已經很飽味了 我看過很多台灣人 甚至是當晚餐吃的 你買一些炸雞 我們吃完這麼多間炸麥之後 我們自己覺得一口酥那間 就最適合我們口味 還有種類選擇都很多 當中最特別 還有在台灣才獨有的 就是那間豆乳鹽酥雞 如果你在附近的話 不妨預留一點時間可以試一下 這些炸麥店在台灣來說 總有一間在你附近 也是夜市必有的其中一樣小食 喜歡我們今集的影片 一定要記得 CLS Connect 和分享一下心目曲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在鐘仔唱才看 下次再見 拜拜